最近北京市持續下大暴雨 多個地區被淹 街上洪水奔流 地鐵灌水 民眾出行困難 暴雨也導致北京多處山體崩塌 道路阻斷 災情十分嚴重 7月18號 北京市因持續受暴雨侵襲 造成許多災情 多個地區的街道被洪水淹沒 北京地鐵金安橋站也因積水嚴重 不得不停運關閉 許多北京市民拍下室內淹水的畫面放到網上 特別是金安橋地鐵站內 被網友形容就像水連洞一樣 地鐵裡不成了 不讓走了 地鐵裡邊進大水了 這班也上不了了 除了多個地鐵站因積水停運 北京多趟列車也受暴雨影響停運 首都機場和大興機場 當天累計取消350架次航班 強降雨同時引發北京多處山體崩塌 造成道路雙向阻斷 民眾出行困難 北京日報報導稱 北京延慶區一帶山洪爆發 河水暴漲 沖毀了大片農田和民宅 有部分村民被困水中 只能抱著一棵大柳樹求生 民眾抱怨被困在家裡 無法外出 身家財產也遭到極大損害 北京市氣象局當天早上7點10分 升級發布暴雨橙色預警信號 預計局地單點累計降雨將超過200毫米 面對暴雨和洪水引發的各種災難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 沒有重點關注民生問題 卻大篇幅報導政府救災如何賣力 在《人民日報》官方微博18號的貼文中 對洪災的報導輕描淡寫 甚至呼籲民眾一起欣賞 雨後北京天空出現的粉色晚霞 我們都怕給我們淹死 所以我們就只好找到一個地方躲起來 就這樣看著吧 沒有飯吃就餓的 而央視新聞在此前一天重點報導的 則是歐洲國家的洪災 中國這大災災災死了多少人誰管呀 愛死不死 我們這河裡天天漂死人 那誰給你報導啊 撈出來就完事了 就這個 這就是現狀啊 大陸中央氣象臺預計 未來三天 華北中南部 黃淮西部 江淮中西部 江漢中東部 江南北部以及貴州 雲南東部等地的部分地區都會有暴雨 召住水啊